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就在刚才 加拿大各大媒体头版头条 刊登了一则重大突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妻子分手 现年51岁的特鲁多和48岁的索菲 于2005年5月在蒙特利尔结婚 并在18年的婚姻中育有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分别是15岁的泽维尔和9岁的哈德里安 还有一个14岁的女儿艾拉 他们两人各自在网上发布了声明 宣布分手决定 特鲁多在他的Instagram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索菲和我想分享这样一个事实 在经过多次艰难但有意义的对话后 我们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稍后两人又写道 虽然分手 但我们仍将是亲密的家人 彼此深爱和尊重 对于我们已经建立和未来将建立的一切都充满爱和尊重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请求您尊重我们和孩子们的隐私 稍后 总理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特鲁多和索菲已签署了合法分居协议 特鲁多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他们努力确保分居符合所有的法律和道德标准 并将在未来继续这样做 他们仍然是一个亲密的家庭 索菲和总理致力于将孩子们在一个安全 充满爱心和合作的环境中抚养长大 父母双方将在未来继续参与孩子的生活 加拿大人仍可以经常看到 他们作为家人出现在各种活动中 从下周开始 他们将一起度假 有意思的是 特鲁多是第二位在任期间宣布分居的总理 他的父亲是第一个 皮埃尔特鲁多于1979年 与妻子玛格丽特分居 两人于1984年离婚 难道这事也有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月早些时候 Yellow公司避免了2.2万名 由卡车司机协会 Timsters代表的工人举行罢工的威胁 称公司将支付拖欠的超50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6亿元 工人福利和养老金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 曾斥资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0.15亿元的疫情救济贷款 试图拯救Yellow公司 以换取30%的股份 乔治亚州卫生官员证实 该州一名居民 因感染了一种罕见的食脑变形虫而死亡 乔治亚州卫生厅 在上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名受害者 死于服侍奈格里阿米巴猿虫 Niglaria foleri 引起的罕见脑部感染 这种变形虫会破坏脑组织 导致脑肿胀 通常会导致死亡 这是该州自1962年以来的 第六例感染病例 官员们表示 受害者可能是在淡水湖 或池塘游泳时被感染的 但未透露具体地点 根据CDC网站 服侍奈格里阿米巴猿虫 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微小变形虫 常见于湖泊和河流等温暖的淡水中 也可能出现在滤消毒不足的游泳池 被加热和被污染的自来水中 但后几种情况较为罕见 卫生官员表示 变形虫是自然产生的 在水体中没有常规的 服侍奈格里阿米巴猿虫环境测试 而且由于它在环境中非常普遍 自然产生的变形虫水平无法控制 在同一水体中 水中变形虫的位置和数量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官方没有公布 有关受害者的任何其他信息 自去年2月到今年4月 40多家加美公司的员工参加了一个每周工作4天的试点项目 组织者上周公布的报告说 大部分公司在项目结束后决定保持或计划保持这种工作方式 对于员工来说 每周能休息3天当然是求之不得 但是试验结果显然也让参与该项目的老板们感到满意 李贾纳市公关公司Praxis的联合创办人Maureen Juniper介绍说 4天工作制没有影响公司收入 而员工的市价并价减少了25% 公司内部用于行政手续的时间减少了15% 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高效果 大多伦多华人聚居的城市 万锦近日爆出流浪汉扎堆的问题 很多华人居民对此表示很揪心 此前 约克论坛有位华人爆料自己开车去多伦多当场 后备箱被流浪汉砸塌 竟然也无可奈何 据这位网友 当时他开车去多伦多当场 再经过Dandas和Sherber红灯停下来 这时突然冲出来一个酒鬼流浪汉拿石头砸车后备箱 后备箱塌了 于是报警 警察来了 人跑了 警察问要不要记录报保险 警察还说这些人不能碰 一碰社工就会帮忙告我们 只能说自己unlucky 最近 多伦多市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数据 多伦多街头每天都大约有8500名无家可归者 相当于每1000名多伦多人 就大约有3个人流浪街头 在这些流浪汉中超过30%心理健康有问题 25%是瘾君子有毒瘾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周一表示 将开始招募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以测试针对长新冠的至少4种潜在治疗方法 此外 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进行其他临床试验 以测试另外7种或更多疗法 这是在国会于2020年12月为该研究院的Recover计划提供支持资金后 针对长新冠展开的首次临床试验 当年12月 国会向该院拨款11.5亿元 以支持该院就SARS-CoV-2感染可能带来的长期健康后果的研究 此外 卫生部DHHS周一表示 已建立了一个长期研究与实践办公室 O-CURP 以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长新冠治疗的各项工作 目前对长新冠尚无标准定义 但有200多种与之相关的症状 虽然大多数人通常都会从新冠感染中恢复过来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 新冠病毒却会持续存在 并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根据一项政府研究 截至去年底 长新冠已导致全美3544人死亡 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年人 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称 已经展开的这些临床试验旨在同时评估多种治疗方法 以更快确定哪些疗法最有效 最初的试验将侧重于病毒持久性和认知功能障碍方面 如脑雾和记忆丧失等 底特律历史悠久的华部一栋老旧的两层楼建筑上周六7月29日被意外拆除后 一些华人社区为此很是震惊 因为是议会议员和倡导人士仍在试图拯救这栋建筑 根据英文媒体报道 当地的政界人士 本地居民和其他一些人 周一7月31日上午在这栋建筑被拆除的工地前为此发声 密歇根州华人州参议员张里Stephanie Chang说 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华部对于底特律的重要性 还讲述了这栋建于1883年的建筑背后的故事 底特律市议会7月25日曾为这栋建筑的命运进行投票 结果一致通过将原定于上周进行的拆除工作延迟至9月份 以便让市历史顾问委员会进行审查 但是在不到24小时后 该市的企业法律顾问就批准了拆除行动 底特律建筑安全 工程与环境主管大卫贝尔 David Bell说 是法律部门发现 市议会的投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市议会在2018年曾下令拆除这栋建筑 而其状况过去几年只会进一步恶化 拥有这栋建筑的奥林匹亚发展管理公司 Olympia Development Management没有给予回应 今年8月将有两次超级月亮出现在天空中 NASA退休天体物理学家埃斯皮纳克就这一罕见现象表示 一次将出现在本周二 另一次将出现在8月30日 据悉 下一次再发生这种天文现象 要等到2037年 8月第一次出现超级满月 是在美东时间本周二下午2点31分 但在高峰前后的晚上仍基本是满月 ABC79周一报道 周二晚上一轮满月将从东南方升起 它看起来将比普通的满月大8% 量16% 外观也更加清晰 因此被称为超级月亮 这一天文奇观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月球届时将比平时距离地球更近 只有22.22万英里 在8月30日晚上 月亮会距离地球更近 约22.20万英里 这将是同一个月中出现的第二次满月 被称为蓝月亮 上一次两个超级月亮 在同一个月出现是在2018年 根据虚拟望远镜项目创始人 意大利天文学家马西·金·勒克·马西的说法 这种现象要到2037年才会再次发生 在这个月中出现 明天要发生了一项月亮 在录像中参加了一项月亮 在录像中参加了一项月亮 最后一项月亮 也是在录像中参加了一项月亮 在录像中参加了一项月亮